订婚宴上 未婚妻没有出现 有我一个人尴尬面对宾客的嘲笑一论 我看见他在网上写的日志 当了六年的备胎 订婚宴当天劈腿 总算报复成功了 为彻底报复我 新婚宴 他把第一次给了别人 他还说 报复过后 终于心态平衡 打算和我好好走下去了 可他却不知道 有人给我发了好几张他们的甜蜜照片 照片中 他安静睡着 脖子上全是红痕 我果断提出分手 可他却不愿意了 到处追着我求我原谅 可是 脏了的女人 我已经不想要了 我知道柳如烟 不会出现我们的订婚宴 但我装作什么都没察觉的样子 订婚宴的前一天晚上 我还给他打电话 声音里忐忑又稀奇 怎么办 我好紧张 听同理他轻笑 你问我 我不知道啊 我也很紧张好不好 看 我们两个都是天生的演员 一个是第二天要逃婚的准新娘 一个是对这一切都心知肚明的准新郎 两个人同时在表演着 对第二天定定婚宴的紧张 和期待 定婚宴这天 我凌晨四点半起来准备 几个好友在一旁陪同 他们跟我聊天 陪我对刘成 帮我出主意 真心实意为我高兴 祝福我能幸福 没有一个人 发现我的情绪有任何不妥 我再一次感叹自己 演技堪称炸脸 哎 早知道有这天赋 我就去当演员了 说不定早就红了 站在酒店舞台中央 我还有心情自我调侃 思宜第三次喊到 有请今天的女主角 柳如烟女士出场时 女主角还没现身 而下面的宾客 已经开始响声议论了 全场只有我一人知道 柳如烟不会出现 如果说 昨天晚上的那通电话里 她泰然自若的语气 让我对她今天 是否会出现 稍微迟疑了一下 那么 今天早上 我给她打了五通电话 都提示对面已关机 就足够让我确定 柳如烟不会来了 就像她日志里写的那样 她要逃离自己的订婚宴 不是气话 也不是意识冲动 就是她做好的决定 早上 在我打不通她的电话时 好友们对我各种安慰 自动帮她找好了借口 可能是今天要订婚 她一时紧张 忘了开机 或者昨天忘了充电 手机没电了 对啊 柳如烟那么喜欢你 现在终于能跟你订婚了 她乐得失去心 之我都信 出点小问题很正常 哈哈 我也信 说不定她一大早出门 根本就慌得忘了带手机 行了 别管她了 打不通算了 你只管整好自己 帅气的出现 经验众人就好了 我点点头 把手机交给好友保管 不再打电话 一时开始 我按照四一的流程 穿着精美的礼服 缓缓走上台 四一喊了柳如烟的名字三遍 十分钟过去了 她还是没有出现 我适时露出惊慌担忧的表情 柳如烟的父母慌忙上台 称刘成出了点问题 向宾客道歉 把我们都拉了下去 月月 柳如烟去哪了 怎么还不来 柳如烟的母亲 急着拉住我的胳膊 我表情一片茫然 我给她打电话没人接 她昨天不是跟你们住一起的吗 早上你们不是一起出发的 柳如烟的母亲摇头 她昨天住在新房那边 说是今天早上 让我们自己来酒店 她跟几个朋友 还有别的安排 我们就没管了眼泪 从我的脸颊滚落下来 我爸妈一脸焦急地跑过来 妈妈拉着我的胳膊问 月月 怎么回事 我难过到 妈 柳如烟逃婚了 她不想跟我订婚 不可能 姜母一口否定 急切解释 月月 柳如烟对你有多好 你是知道的 她怎么可能逃婚 肯定是路上出什么意外 这时 好友拿着我正在想着的电话递过来 我接听后 静静听着对面的讲述 礼貌道谢 挂了电话 怎么样 谁打来的 是柳如烟吗 她是不是出事了 柳如烟的母亲着急到 我凄凉一笑 早上我给柳如烟打了很多电话 她都没见 我也怕她出事 刚才上台前 给新房那边的保安室打电话 让他们帮忙查看一下 在众人期待的眼神中 我接着到 刚才保安室给我回电话 说去车库看了 柳如烟的车还在 他们还查看了早上小区 大门口的监控视频 说是看到柳如烟凌晨五点 步行到了大门口 上了一辆等在那里的车 尽管视频里 只能看到开车的人模糊的侧影 但从那一头短发可以断定 那是一个男人 面对几人或质疑或震惊的眼神 我一字一句总结道 柳如烟确实逃婚了 她跟一个男人跑了 说完 不带众人反应过来 我夺过私衣手中的话筒 奔向台上 拿着话筒 站在台中央 我对着满棚宾客质地有声道 今天本是我和柳如烟订婚的日子 可是她逃婚了 她不顾我们多年的感情 将我和我的家人 置于这样难堪的境地 甚至连她自己爸妈的颜面都不顾 这样不成熟不理智的女人 不是我将约要的 今天 我在这里宣布 我和柳如烟从此一刀两断 永不复合 对不起 这场闹剧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让各位看笑话了 诸位有急事的可以先行离开 没急事也可以慢慢把饭吃完 后面还有好多硬菜没上呢 不吃可惜了说完 我朝台下身居一躬 离开了 下午在家 我的电话持续响个不停 都是亲戚朋友们打来问情况的 我一个都没见 我成功地扮演了一位 被未婚妻抛弃的伤心人 微信里的消息我也一个没见 爸妈在一旁安慰我 妈妈抱着我哄 月月 不伤心了 柳如烟做出这样的事 完全不给我们留一点面子 我从来没想过她是这样的人 以后 就算她给你跪下道歉 你也不要心软 余人多的是 你还年轻 以后慢慢找 不着急 就是 我和你妈不会再让她动门了 你也给我硬几点 知道不 我爸在旁边气愤着补充 嗯 爸妈放心 我不会回头的我语气坚定 看到爸妈对柳如烟的态度终于转变 我松了口气 这也是我明知道将月会逃婚 却不去阻止的最大目的 我看着柳如烟一天天在我面前演戏 陪同我去试礼服 去买订婚戒指 而不去揭穿她 一方面是想知道 她到底会不会真的逃婚 另一方面 是想让我父母对她彻底死心 要知道 她这人从小就嘴甜 一贯又会装乖 这些年把我爸妈哄得团团转 在我爸妈眼里 她的地位一度超过了我这个亲生儿子 这也不怪我爸妈识人不清 是柳如烟这人太会了 不论是对我 还是对我爸妈 我妈跟人打麻将三缺一 柳如烟能顶上去 边打麻将边把三位阿姨哄得乐开花 我爸缺掉一搭子 他可以耐心陪我爸去掉一天鱼 这些事连我都做不到 再加上我们从小住一个院里 彼此都熟悉 自从我们恋爱后 他就经常朝我们家跑 把我家当成自己家 毫不见万 我爸妈也把他当亲女儿看 他们熟知他的口味 他的兴趣爱好 我和柳如烟偶尔闹矛盾吵个架 他们都向着柳如烟 觉得肯定是我度量小 在他们眼里 柳如烟对我无限包容 所以 如果不是柳如烟当众把事情做绝 他们是不会相信柳如烟会伤害我的 我就是要让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让柳如烟当众逃婚 让他把我和我们家的脸面 扔在地上踩 这样 我爸妈就不会像以往那样 站在他那一边 我要把我和他的回头路彻底堵绝 深夜 一个人在房间 我打开电脑 熟练点开收藏的那个博客 再次刷新 我发现有新日志更新了 就在五分钟前 我逃离了订婚宴 和追逐我五年的男人 在一起度过了一夜 心头的郁杰终于消散了 别人都说我是江月的田狗 追了六年才从被胎转正 我一直心有不甘 订婚这天出轨 我才觉得我们终于扯平了 我可以收拾好心情 忘掉一切 放平心态和江月携手走下去了 尽管早有预料 知道他们可能会在一起 可是 看到这篇日志 我还是难够的无法自控 心脏仿佛被人狠狠揪住 又使劲拧了一圈 疼得我无法喘气 怎么可能不伤心呢 那是我真真切切爱过的人啊 和他恋爱时 我是幸福甜蜜的 对于我们的订婚 我是欢喜的 我无数次憧憬过我们的未来 所以 当这一切坍塌时 那种难受是痛彻心非的 当我还沉浸在难以抑制的悲伤情绪中时 手机叮咚一声 收到一条信息 我麻木地点开信息 看到日志了没 此刻 燕姐就睡在我身旁 江月 你输了发来信息的这串号码 虽然我没有储存 但早已熟悉 赵光亮 是追在江月身后五年的人 是我从来没有当回事的人 也是当初给我发来这个博客网址的人 七夕那天 我向他求婚了 那场隆重的求婚仪式 为我们亲近的好友见证 那一刻 我确信自己是幸福的 顺从自己的心意 我给他戴上戒指 他开心不已 流着眼泪说我愿意 不过 后来两家人商量 还是先办订婚宴 因为我还在念研究生 我们两人都还年轻 等一年多后 我正式毕业了 再领证办婚宴 就在我满心雀悦的准备订婚典礼时 手机收到了一条信息 内容是一条网址链接 我以为是什么垃圾信息 没理会 一个小时候 同样的信息又发了一遍 还是那个网址 我照旧没理会 那天晚上 发信息的号码给我打来电话 我一接听 就听出来是赵光亮的声音 江月 我发给你的那个网址 你打开看一看 一定会发现新大陆的 我直接挂掉电话 因着好奇 我还是点进了那个网址链接 网页打开 果真是一个博客 我当时还吃笑 什么年代了 还有人用博客 随意扫了一眼 我嘲讽的表情顿住 因为博客主的头像 是一个人的头部侧影 光线原因 看不清侧脸的细节 只有清晰的脸部轮廓线条 可是只凭轮廓 我就能一眼认出来 这是柳如焰 他的脸 他高挺秀气的鼻梁 我摸过无数遍 我熟悉他脸部的每一个细节 比我自己的五官还要熟悉 绝不可能认错 我收起漫不经心的态度 开始认真看这个博客 呈现在眼前的是最新一篇日志 发布的时间是一个星期前 他终于向我求婚了 这是我爱了六年的男孩 在我说我愿意的那一刻 我真的很开心 可心情平复下来后 我发现自己竟有一丝不甘 我的不甘源自于 我放在心肩上的男孩 一开始爱的人不是我 他追在另一个女孩身后 整整五年 他把少年时期的整颗心 都捧给了他 我从高一开始喜欢他 大二时他答应了我的追求 我们恋爱三年多 马上要订婚 可笑的是 到现在我还不确定 他跟我在一起是因为感动 还是爱我看到这里 我感觉脑袋像是挨了狠狠一击闷锤 又疼又麻 紧接着是巨大的难过 难过到想要呕吐 我强忍着这样的心理不适 打开博客目录 强迫自己从第一篇开始看起 这个博客注册的时间不长 一共也只有五篇日志 最早的一篇是去年元旦时发布的 这篇最早的日志 内容是这样的 我和月月约好了跨年夜 一起去江边放烟花 可是光亮因为帮我挡酒 被几个客户灌醉了 把光亮送到他家楼下 他却一直抱着我的胳膊不放 他是替我醉的 我不忍心把他推开 就这样 光亮靠着我的肩膀睡着了 可能是夜晚的风太温柔 也可能是应酬太累 我竟然坐在车里睡着了 等醒过来 我才发觉已经夜里十二点多了 手机是静音状态 里面有月月打来的几十个位阶来电 我赶紧推醒光亮 让他回家 自己踩死油门拼命往江边赶 见到月月时 他满身孤寂 他告诉我 他等了我五个小时 我慌忙道歉 各种解释 内心是愧疚的 可心底深处 竟莫名有一丝快意 过去那几年 我像一个骑士 默默守护在月月身后 他看不到我的付出 看不到我的等候 我已经记不清 独自一人等过他多少次了 只记得最长一次 是大意时 他再一次被信骨的伤害 伤心地跑出家门 谁的电话也不接 我在他家门口守了一整天 决定等他回来 就向他告白 可是 半夜他回来了 却是被信骨的送回来的 他被他哄好了 我白等了一天 只能暗自离开 我等了他那么多次 期待落空过一次又一次 终于 这一次是他等我 我甚至可以想象出 他打不通我的电话 焦急 难过 忍不住胡乱猜测时的复杂心理 因为 这些我都经历过 轮到他来经历 我竟然有一种抱负般的快感 我知道这种感觉和想法是不对的 但我控制不住自己通过这篇日志 我想起来去年元旦那天的事 我在江边独自等了五个多小时 给柳如荫打电话一直没人接 我很担忧 以为他出了什么事 我又打给他的亲戚朋友 大家都联系不上他 但我又不敢离开 怕他过来了 见不到我 只能在江边吹着冷风 跨年烟花已经放完 他终于来了 他说 在公司加班 中途太困了 不小心靠在椅子上睡着了 手机又是精英 他很愧疚 一直给我道歉 我相信了他 没想到 他竟然在骗我 原来那晚他失约 是因为跟赵光亮在一起 我接着看后面的几篇博客 内容都差不多 每一篇都是在记录 他对我的失约 而且都是故意的 有一次 他约我去餐厅吃饭 顾忌重施 让我在餐厅等了他三个多小时 而且联系不上他 更过分的是 那天晚上 他就坐在同一个餐厅里 离我的位置不远处 就那么看着我 因为等不到他而着急 欣赏我的难过 能让他心生快意 获取心理上的平衡 每一次故意失约 他都会找一个借口解释 但我都相信了 那时 我爱他 也从没怀疑他对我的感情 对于他说的话 我都深信不疑 却从不知道 我的信任 成了他恶意伤害我的武器 看完博客里的几篇日志 我一夜失眠 愤怒 委屈 失望 心痛各种情绪轮番煎熬 我从没体验过这样的悲痛欲绝 心如死灰 我想冲到江月面前去质问他 去撕碎他 可我忍住了 我们恋爱三年多 足够我了解他这个人 从他的文字里 我可以清楚领悟到他的心里了 他从高一开始暗恋我 但因为我那时候 追在顾雪身后 从来没想过跟他在一起 后来 我在顾雪那里伤透了心 加上柳如烟这些年的 默默陪伴和关怀 我心生感动 答应了他的追求 恋爱的这几年 我能感受到 他对我的感情 他爱我 这确实不假 他向我求婚 且跟我结婚的愿望 也是发自内心 但他始终心有不甘 他暗恋我几年 默默守护我 帮助我 为了我 他付出太多 而我 相对于他来说 确实付出较少 虽然他和我在一起了 但他潜意识里 一直觉得心理不平衡 他计较自己的那些付出 我敢肯定 他没有想过和我分手 他也打算以后和我结婚 但为了弥补自己的不平衡 他一定会再做些什么 伤害我的事 来满足那种变态的心理 如果我立马揭穿这件事 用这个博客去质问他 他肯定会把博客内容全删除 痛哭流涕向我道歉 他在我父母那里的印象太好 就算我父母看了这些日志 但他也确实没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 在他的死缠乱打下 我那心软的父母可能真的会原谅他 还会在我面前帮他说好话 我不想再和他纠缠 所以不能给他留余地 以我对柳如烟的了解 这次订婚 他一定会再做点什么 所以 订婚宴的前几天 他又更新了日志 说了自己逃婚的打算 我毫不惊讶 可笑的是 他居然在日志里说 这是最后一次做对不起我的事 他说 这次逃婚后 他就跟我扯平了 事后 他会再来找我道歉 用一个合理的借口糊弄过去 从此以后 和我踏实过日子 再无其他想法 他再一次在我面前 刷新了无耻的下线 看了这篇日志后 我不动声色 每天和柳如烟一起 为订婚宴的事忙碌着 配合他的表演 终于 订婚宴这一天到来了 柳如烟没有辜负他自己的决心 果真逃婚了 让我更恶心的是 他这一天是和赵光亮在一起度过的 他们睡了 看来 仅仅是逃婚 并不足以让他感到真正扯平 和别的男人睡一次 才能让他为自己的付出甘心 这样也好 不用我出手做点什么 柳如烟彻底把自己的退路堵死了 订婚宴逃婚 见他我和家人的脸面不说 还在这一天出轨 和别的男人滚床扮 做出这种事 他也没脸去我爸妈面前痛哭悔过了 订婚宴过去一天了 因为我的不回复 手机里的亲朋好友也不再一直给我打电话了 手机终于平静下来 我看了下 这一天 柳如烟并没有联系我 我收拾了下行李 准备去学校 研究生的学业还是很繁忙的 论文 项目各种压力都有 这次订婚 我求了导师很久 他才同意给我假期的 既然订婚宴黄了 那接下来的两天假也可以取消了 学校里还有一大堆作业积压着呢 不管经历了多大的事 心情多跌宕起伏 生活还是得继续 刚到宿舍楼下 我一眼看到站在那里的男人 赵光亮 他抬起头 和我的视线正好相撞 一抹得意从他眼里蹦射而出 江月 赵光亮直接伸出胳膊拦住我 我们聊聊 我懒得看他 没兴趣他抓住我的胳膊 不让我走 你说了 他大声宣布 我失笑 说什么 我又没跟你比 在柳如烟那里 你输给了我呀 他毫不掩饰的得意 你长得比我帅 家世比我好 成绩比我优秀 但那又怎样 柳如烟还是逃离了你们的订婚宴 而且 还是被我带走了 昨天晚上 他跟我在一起 你说 我是不是赢了你 你们一个个都有病是吧 我怕被传染 离我远点 我嫌恶的把他的手拍开 在我上楼梯时 赵光亮还在身后叫嚣 我早就说过 我对柳如烟是在必得 现在我已经得到他了 更不可能放手 我顿住脚步 回头看他 那你赶紧把他带走 离我远点 看着就晦气 赵光亮脸色晦暗 你说谁晦气 你真的不打算跟我抢柳如烟 垃圾就该去回收战里 我这里可不收垃圾 别装模作样啊 你这是以退为进吧 赵光亮一副看透我的模样 我就不信 你不爱柳如烟了 之前 柳如烟一直说 不确定你对他的感情 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爱他 他总是患得患失 但我看得出来 你看他的眼神 绝对是真爱 我再一次为自己的感情感到悲凉 连旁人都看得出来 我是爱柳如烟的 他却看不出来 他不相信我爱他 我语气平淡 是 我爱过他 但现在不爱了 不可能 赵光亮语气激愤 他那么优秀 你怎么可能说不爱就不爱了 如果不爱 你们订婚前 我就把那个网址发给你了 你为什么不揭穿他 为什么还要继续跟他订婚 别演示了 你就是爱他 哪怕看到那些日志 也舍不得跟他分手 还想跟他结婚 我走下台阶 一步步站到赵光亮面前 一个女人而已 有什么放不下的 我可不是你 离开柳如烟就活不了 我昂起下巴 气势逼人 我将阅长的好家是好 还名校学历 离开他后 还有大把优质女人可以挑 我现在只会庆幸 还好没跟这个垃圾结婚 不许你侮辱柳如烟 赵光亮气得要扑过来打我 我躲开一步 他直接扑倒在地上 他抬起头 愤怒地瞪着我 柳如烟是最好的女人 得不到她是你无能 你凭什么骂她 得不到她是我的幸运 我轻飘飘丢下这句话 转身离开 早上 我跟课题组的其他成员一起 在实验室里讨论问题 导师满脸喜色地 带着一个人走进来 我疑惑地看向他旁边的 那个高大身影 他怎么会来这里 大家安静一下哈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故事集团的顾总 就是你们熟知的 那个故事集团 顾总高瞻圆竹 十分看好我们手上的这个项目 刚刚给我们投了一千万 现在 他是我们这个项目的最大投资人 中午我宴请顾总 表达感谢 项目组的同学都要到齐啊 给顾总详细介绍一下 我们的进程 我抬头看去 顾雪看向大家 含笑道 生物方面的研究 我也不懂 但我看好洋大生物学的实力 也相信张教授的水平 相信大家能做出成绩的 加油 其他人都开始鼓掌 我也顺势拍手 顾雪说完话就离开了 连眼神都没在我身上落过 中午吃饭时 顾雪也没有特意关注我 只是 他随口跟导师提到 以前跟我是一个高中的 导师连道 这就是缘分 立马指定我这个项目组的小组长 作为联络人 以后负责跟顾总那边的联系 吃完饭 大家起身准备离开 时时顾雪还漫不经心的靠在椅背上 我刚站起身 他温和有理的开口 能麻烦江岳同学稍等一下吗 有一些项目上的细节 想询问一下我还没开口 导师就抢着说有什么麻烦的 江岳 你就多带一会 认真解答顾总的疑问 好的我收回脚步 等其他人都走完了 顾雪起身 走向旁边的沙发坐下 他开始慢条斯里的泡茶 泡完茶 他沮好了两杯 才抬起头看我 我记得 你以前最喜欢喝我泡的大红袍 过来尝尝 看看我技术是不是长进了一点 我深吸一口气 走过去 我并没有坐下的打算 静止站在他面前 顾雪 你什么意思 据我所知 顾雪并没有涉及生物领域的业务 你为什么莫名其妙来投资我们的项目 以前没有 不代表以后就没有 顾雪有扩展业务领域的计划 顾雪白手示意 坐 我们好久没一起聊天了 我没有兴趣陪你聊天 我站着不动 顾雪没有任何恼火 反而 她神情轻松 看起来心情很好的样子 放下手中的茶具 她微微后靠 好整以暇地盯着我看 半上 她开口 月月 你的订婚业没办成 我很开心 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把你追回来了 我看着眼前这个自以为是的女人 讽刺一笑 和柳如烟比起来 你也没好到哪里去 哪来的自信回头找我 顾雪仍然是好脾气的微笑 以前是我不懂珍惜 伤害了你 让柳如烟那小妮子捡了漏 现在 既然她主动放手 那我不会再给她机会了 我被她这番话祈祷 顾雪 我是活生生的人 不是你们争抢的物品 我有自己的想法 再说 天底下不是只有你们两个女人 我不是非要学你们的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那次在日本把你丢下 是我不对 你怪我是应该的 月月 我只是后知后觉 太晚发现你对我的重要性 现在我知道了 我会不遗余力把你追回来 余生 这就是我的目标 我有足够的耐心等你 放心 我不会逼你做任何事的 我抬脚朝包厢外走 走到门口时 听到顾雪含笑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月月 明天见 我不知道堂堂故事总裁 怎么会那么闲 自从投资我们的项目后 时不时就会来实验室一趟 美气明约查看项目进度 他每次过来 都会点极其丰富的下午茶 说是大家做实验辛苦了 犒劳一下 所以 这位大方的总裁 在我们实验室很受欢迎 我想 我是实验室里唯一一位 抵抗顾雪到来的人吧 恶心的是 他还时不时在我面前晃悠 言辞间故意带着亲密 比如 把一杯咖啡递给我 说一句你要的五分糖 再比如 像今天下午这样 躲不到我面前 问感冒好点了吗 实验室里其他同学的目光 齐刷刷向我聚来 带着调侃和看八卦的意味 我再也无法忍下去了 冲顾雪甩一句 跟我出来实验室外的走廊 顾雪含笑站在我对面 表情惬意 什么事啊 月月 我忍不住朝她吼道 能不能离我远一点 看我真的生气了 顾雪收起玩笑的表情 有些无措 月月 我没想影响你 我问过张教授 你们实验室下午有固定的休息时间 我都是趁你们休息的间隙过来的 不会打扰你们 我抬起头 一字一句道 你出现在我面前 就是打扰 那我以后 顾雪 你还敢有脸来骚扰月月 一声娇和突然出现 打断了顾雪的话 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 柳如烟一脸怒容地冲过来 她拎起包 朝顾雪的脸砸去 顾雪挨了一下 并没有倒地 只是身体晃了晃 她站稳身体 毫不犹豫地扑上去还击 柳如烟挨了一巴掌 冷笑着起身 眼看两人要在这里开战了 我站在一旁冷淡道 要打架鬼远点 别祸害我们学校两人同时收起拳头 柳如烟三两步奔过来 站在我面前 月月 我 哟 这不是我们逃婚的新娘吗 顾雪开口讥讽 柳如烟不客气地回队 你一个差点害死月月的人 有什么资格说我 那次的事是意外 我不是故意的 但你的逃婚 却是赤裸裸的有意为之 喝 意外 差点要月月丧命的意外 是吧 柳如烟冷笑 不要说了 我捂着脑袋 蹲在地上尖叫 本来已经忘掉了 为什么还要在我面前提起 那种窒息的感觉 再一次袭来 我捂住心脏猛烈喘息 同时汹涌而来的 还有那些再一次被揭开的回忆 从小 我就是顾雪的小尾巴 喜欢跟在她身后跑 可是顾雪一星只有学习 对我一直很冷淡 但我不介意 我安慰自己 她只是生性冷漠 不是讨厌我 尽管我高中时拼命学习 但还是没有追上她的步伐 她考上了顶尖学府 而我的分数 虽然能上一所名牌大学 但距离她的学校 还是有一点差距 为了能经常看到她 我报了一所 跟她同一座城市的 另一所大学 大学时 我一有时间 就穿越大半个城市 跑去她的学校 给她送好吃的 陪她上课 跟她聊天 虽然大多时候 只是我在叽叽喳喳讲着 她偶尔应一声 有时候 她课业繁忙 我用了一两个小时赶过去 只能见她一面 又得离开 但这些都不能影响 我的好心情 我告诉自己 总有一天 顾雪能看到我的好 会被我打动 所以 大一寒假 当她约我一起去日本玩时 我高兴疯了 刚到日本 只完了两天 顾雪就告诉我 学校老师给她打电话 说她有一篇论文 很有研究价值 让她立马回去 尽管很想让她留下 但我没有任何借口 也不敢影响她的学业 顾雪摸摸我的脑袋 酒店已经订好了 乖 你就在这多玩几天 说不定我那边很快结束 还来得及赶过来陪你呢 我很好哄 立马点头 顾雪走的时候是半夜 她不让我送 说我一个男孩子 在国外太晚从机场回来 不安全 她刚走没多久 我看到桌角放着她的手套 立马拿着追了出去 顾雪正在路边等车 右手拿着手机贴在耳边 她对着手机 语气轻松 哪有什么论文要研究 我只是找个借口 想提前回国罢了 这次带她来日本玩 本来就是计划好 要把她丢着的 不然 整个假期她都要黏着我 天天往我家跑 挺烦的 我想亲近一下 不知道对面说了什么 顾雪轻笑一下 漫步惊心道 我也觉得自己挺心狠的 我拿着手套 静静站在不远处 双脚像被钉在地上 无法挪动一下 夜晚的寒风呼呼吹在脸上 四股的冷 但底不过心上的冷 顾雪离开日本后 我继续按照原来的计划游玩 听了她的话 我发现自己对她 那么多年的感情 好像忽然就放下了 我能做到 把她抛之脑后 不再去想她了 可是 第二天刚完了大半天 下午就发生地震了 我被压在旅馆的小木屋下 在那处漆黑的空间里 经历了身体上的饥饿 疲惫 以及精神上的恐惧 折磨 那是我第一次距离死亡那么近 直面过生死 才会发觉 那些情情爱爱什么的 真不算什么 我是真的放下哭血了 昏迷之前 我的想法是 这次如果有幸活下来 一定要好好生活 醒来时 我第一个看到的人是柳如烟 他在新闻上看到地震的消息 又得知我在日本 当时就直接飞过来了 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醒来时 第一眼看到他 对于当时脆弱的我来说 他确实起到很大的安抚作用 从那之后 我开始注意到 这个从小到大 跟在我身后的人 慢慢被他的付出感动 在大二时 我答应了他的追求 答应和柳如烟在一起 并不是一时冲动 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 我是个成年人 有自己成熟的认知 我知道什么是爱 什么是感动 如果只是感动 我不会勉强自己 接受柳如烟的追求 看到他出现 我会开心 不见他时 我会想念 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我的第一反应是跟他分享 他以为我还沉浸在 和顾雪的那段感情里 强颜欢笑 闷闷不乐 他带我出去玩 给我讲笑话 用各种方法 逗我开心 其实 他不知道的是 只要他站在我面前 我就会开心 他已经能牵动我的情绪了 如果这都不算爱 那爱是什么 所以 确定自己的心意后 在很平常的一个午后 柳如烟陪着我在自习室 做六级真体 做完一套卷子 我抬头看向他 柳如烟 我们在一起把柳如烟说 当时听到这句话 他一度以为自己唤听了 狠狠掐了自己一把 才相信 这真的是我说的话 他当时高兴坏了 像个傻子一样 一遍遍重复问我 是不是真的 问得我后来都有些不耐烦了 脑海里各种记忆碎片 分了无章 一会儿是被压在废墟下的恐惧无助 一会儿是柳如烟放大的笑脸 记忆的拥挤 让我的脑袋有一种 快要爆炸的痛苦感 为了逃离这些痛苦记忆 我拼命朝前奔跑 终于 我看到一丝亮光 睁开眼 我发现自己躺在病房 柳如烟和顾雪 并排除在病床前 看到我醒来 两人同时面露喜色 朝我凑过来 离我远点 我冷声呵斥 两人又同时停止动作 我的手机呢 开口时 我的气息仍然虚弱 柳如烟立马从兜里掏出手机 递给我 我拿起手机拨打电话 爸 我现在在医院 你等下来接我 和我爸交代完 再三安抚他 我没事 我才挂了电话 月月 不用劳驾叔叔 等一下我送你回去 柳如烟温声道 我不喜欢麻烦别人 我冷声道 我怎么是别人呢 我是 柳如烟突然指声 可能是一时 也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的身份吧 我冷笑 你是谁呢 月月 我可以解释 好 我点头 看向顾雪 能麻烦你出去吗 我和她有事要谈 顾雪不放心的模样 你别被她的花言巧语哄住了 她可是 我知道 麻烦你出去顾雪一步三回头的出了病房 还把房门关好了 我看向柳如烟 现在 你可以解释了 我听着柳如烟蹲在病床跟前 表情痛苦 嗓音爱哑 对不起 我知道 说的再多 也无法弥补对你的伤害 月月 我想取你的心意从来没变过 我心里的新郎一直都是你 从来没有改变过 有一句谎言 我就天打雷劈 我只爱过你一人 嫁给你是我最大的愿望 我只是 太幸福了 太没有真实感了 我不敢相信你真的会和我订婚 我们离结婚只有一步之遥了 那一刻 我忽然胆怯了 我有一种自己在梦境中的不踏实感 我在想 这是不是一场梦 等我醒来 美好的泡沫都破了 你还是那个跟在顾雪身后跑的男孩 一切都没有变 我盯着他 静静笑了 我还以为 你会编出什么借口呢 就这么可笑的理由 不敢相信 以为自己在做梦 然后就逃婚了 你就算变一个自己得了癌症 不想拖累我 都比这个有说服力 柳如烟 你挺可笑的 就连边借口 都在暗制我没有给你安全感 让你心生恐慌 你想干嘛 让我自责 柳如烟慌忙摇头 没有 月月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管你信不信 我从来没有想过不跟你结婚 你是我心目中唯一的新郎 我失望叹气 如果你直接承认 我还请你有担当 算了 就这样吧 柳如烟 我们结束了 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柳如烟猛地抓住我的手 神情惶恐 不 月月 你别不要我 我错了 求你给我一次机会 就在这时 房门被推开 我爸大步走进来 他一把推开 蹲在我面前的柳如烟 又温和对我道 儿子 我们回家 嗯我点头 我挽着我爸的胳膊朝外走 走到病房门口 身后传来柳如烟痛苦的声音 月月 叔叔 我错了 我不会放弃的 我会证明给你们看 我爸停住脚步 我不会让你欺负月月第二次 也不会让你把我们家的脸面 放在地上踩第二次 以后 有多远滚多远 病房外的走廊 顾雪正靠在墙边 看到我们出现 他站着身体 正要开口 我爸掺着我 目不斜视地从他面前走过 坐在爸爸的车上 回家的途中 他一直在安慰我 儿子 对待伤害过你的人 千万不要心软 你是爸妈放在心肩上宠到大的 我们都舍不得碰你一根手指头 他们怎么敢 不怪你识人不清 与人都会装 你年轻单纯 被他们骗了也正常 经历了这两个人 你眼睛放亮些 以后再不要被他们的伪装蒙蔽了 你还年轻 慢慢挑 不着急 爸妈也不会催你结婚在家里 你永远是爸妈的宝贝 实在找不到靠谱的女人 咱就不结婚了 爸这么大家业 还不都是留给你的 你不喜欢做生意 也不用勉强自己 研究生毕业了 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就算什么都不做 每天就开开心心的玩 爸也能养你到老 等爸退休了 就找职业经理人打理公司 你只要不做违法危险的事 灰金如土也没关系 爸妈这么努力 不就是为了让你能随心所欲的生活吗 我抹了抹眼角的泪水 侧过头 感动到 谢谢爸遇到两个渣女 是我的不幸 但拥有爱我的家人 真心宠我的爸妈 是我最大的幸运 爸妈是我坚强的后盾 是我可以放心 做自己的最大底气 他们那样宠爱我 护着我 我怎么能让他们失望呢 我要振作起来 不辜负他们对我的用心栽培 爸妈为了安抚我 还策划了一场 精心准备的礼物盛宴 晚上 我妈神神秘秘带我去车库 当我爸打开后备箱 出现闪烁的灯光 和满满当当的礼物盒时 我眼眶红了 这种用后备箱准备礼物的方式 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 每当过生日 儿童节或者元旦等节日 我都会满心期待 后来慢慢长大 这种哄小孩的送礼物方式 已经被爸妈直接豪爽的大红包取代了 没想到 二十多岁的我 再一次被爸妈当小孩子哄 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爱情什么的 又不是生活必需品 没有就没有吧 一夜之前 我在爱情里受的伤 已经被爸妈的温情治愈了 这一晚 我睡了个好觉 早上起床 我精神饱满的吃了早餐 和爸妈告别 准备去学校一头扎进实验室 一打开门 柳如烟那张憔悴的脸 出现在面前 我收起脸上的笑容 扫兴 能进去聊聊吗 柳如烟哑着嗓子问 我想 还是就此摊牌吧 不然她可能会一直纠缠下去 进来吧 我打开门 叔叔 阿姨柳如烟 看向沙发上坐着的我爸妈 为了表示我要和月月在一起的决心 我决定 把我名下的所有财产 都转移给月月 说着她从包里掏出一打证件 这是我所有的固定资产 包括公司的股份 我也可以转给月月 以后 月月就是我的老板 我心甘情愿为她打工我爸叹了口气 希望你不要一起用事 这些财产并不是你一个人的 里面还有你爸妈辛苦打拼的成果 他们辛苦半辈子的公司 并不是你用来施爱的工具 你也该成熟点了 柳如烟语气急切 这并不是一起用事 我征询过爸妈的意见 他们同意了 他们说 是我做了错事 我该不惜一切代价挽回月月 我爸缓缓靠回沙发被 气场全开 浑身散发着上位者的威严 可我们家月月并不缺钱 不是她的 她也不会要我点头 语气坚决 你走吧 我不会要你一分钱 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柳如烟满眼受伤 看向我的眼神还带着不解 我就这么罪不可恕吗 还是月月 你本来就不爱我 只是想趁这个机会甩掉我 她悲凉的笑起来 是因为顾学吧 你心里一直爱的都是她 只要她来找你 你就会毫不犹豫的丢掉我是吗 我再也忍不住 冲上去狠狠甩了她一巴掌 柳如烟捂着脸 站在那里 不敢置信 我冷笑 你还真是倒打一趴的高手啊 和你恋爱的三年多 顾学来找我的次数少吗 我搭理过她一次吗 如果我想回头 会等到今天吗 你自己逃婚 出轨 不甘心自己的付出 还反过头来怪我 柳如烟 以前只觉得你没有担当 没想到你还无耻 柳如烟脸色骤变 慌张着想来拉我 我没有出轨 你不要听别人乱说 那都是诬险 是顾学告诉你的 对不对 她就是看不得我俩好 她故意破坏我们来着 我们订婚那天早上 你上了谁的车 是你们公司的赵光亮吧 视频你爸妈都看了 这总不是诬陷吧 我点开手机里存着的视频 把屏幕举到她面前 柳如烟还在挣扎 是我那天想出门 打电话让赵光亮来接我的 她只是公司总裁办的 一名普通员工 领导打电话让她来 她不敢不来 我第一个联系的也不是她 那天我给其他总裁办的 几个员工都打电话了 因为是凌晨 大家手机都关机 只有赵光亮一人没有关机 才正好是她来接我 我暗自为柳如烟鼓掌 这谎话真是张头就来了 反应挺快 哦 那你让赵光亮来接你后 去了哪里 我故意问 我让她把我送到了江边 就让她离开了 我一人在江边 独自坐了一天 我那时心情很复杂 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们 就把手机关机了 静静想了一天 我终于肯定 我有能力带给你幸福 我无需自卑和胆怯 那你想同后 怎么没有来找我 我接着问 我害怕 逃婚 把你和一众亲友扔下 我犯了那么大的错 我不敢回来接你们 我做了几天的心理建设 才忠于鼓起勇气来找你 又会变又会演 你怎么不去当导演呢 我忍不住鼓掌 你能不能像个人一样 敢做敢当一回 柳如烟 我真看不起你 你在气头上 说什么都没关系 只要你能把气出了 柳如烟一副好脾气的样子 我不想再跟她废话 点开手机上的那种博客链接 大声念出来 我逃离了订婚宴 和追逐我五年的男人 在一起度过了一夜 心头的郁节终于消散了 别人都说我是江月的田狗 追了六年才从被胎转正 我一直心有不甘 订婚这天出轨 我才觉得我们终于扯平了 我可以收拾好心情 忘掉一切 放平心态和江月携手 走下去了柳如烟的脸色 一寸寸灰败下去 你怎么会知道 赵光亮告诉我的 不可能 这个博客我没告诉过任何人 他也不知道 以他对你的疯狂程度 通过你上网的蛛丝马迹 发现这个博客并不难吧 我妈瞪大眼睛站起来 他拉着我的手 这是什么 你念的什么 这都是柳如烟写的 他不甘心跟你在一起 为你付出那么多 想从别的男人那里找平衡 在我妈的目光下 我点了点头 滚 我妈冲柳如烟吼道 滚出我家 柳如烟一时愣住 估计没料到我妈会如此激愤 我妈在大院里 一向一好脾气著称 跟谁都没红过脸 柳如烟就曾说过 很羡慕我有个温柔的妈妈 不像他妈 动不动就吼他打他 我那时候怎么说来着 哦 我说 以后我们结婚了 我妈妈也就是你妈妈了 现在 连一向温柔的我妈 都忍不住发脾气了 柳如烟像是终于意识到 我们不会原谅他了 他表情慌乱 急切地解释 月月 你听我说 这都是胡言乱语 我瞎写的 不能当真 我怎么可能出轨 赵光亮那样的 我怎么可能看得上 他连你的一根头发丝 都比不上这句话 有点耳熟 我想起来 柳如烟曾经在我面前 说过这句话 是啊 他是比不上我 但你不就喜欢偷吃吗 偷来的 哪怕是驼使都香 我爸站起来 再不走我就叫保安了 柳如烟垂着脑袋 一步步走到门外 月月 我会等到你原谅我的那一天 我上完课 从教学楼走出来时 旁边飞速窜过来一人 直冲到我面前 他伸出手就想扇我耳光 还好我反应快 一把将他推开 江月 你不得好死 被推倒在地的男人抬起头 冲我恶狠狠叫嚣道 他站起身 还想继续扑上来打人 被旁边的同学拽住 不得动弹 赵光亮 我疑惑地看向他 你来干什么 再敢碰我 我就报警了 你对燕姐说了什么 他为什么不理我 今天还要开除我 留不住女人是你无能 凭什么牵连我 赵光亮还阵阵有词 我走过去 一拳头砸在他脸上 你们一个个都是什么狗东西 看我好欺负是吧 再来狗叫我还打你 赵光亮被身旁的同学抓着胳膊 无法还手 气得牙子剧烈 他双眼通红大吼 柳如烟是我的 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你休想再把他抢走 你敢插入我们的感情 你就是不要脸的小三 我笑了 第一次见人 对自己的认知这么清楚 小三 赵光亮使劲挣扎 你让他们放开我 你是不是怕我了 抓着他的同学 应该是认识我 征询我的意见 江学长 他 我点头微笑 谢谢这位同学 没事的 放开他把获得自由的赵光亮 估计旁边还站着不少同学 也没敢继续要动手 他恨恨瞪着我 五年前 当得知燕姐是资助我的 那户人家的孩子时 我就发誓 一定要把自己献给他 说着他又迟迟笑起来 那时候 你们都看不起我 嘲笑我 甚至根本没把我看在眼里 你们觉得我是吃人说梦 吃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你也一样 你瞧不起我 连我的名字都记不住 你们凭什么看不起我 凭什么嘲笑我一颗报恩的心 江家从初中开始资助我 一直到大学 虽然我没有考上好大学 但他们依然给我交学费 我对江家只有感恩 我想要仅自己的权力回报 我一个穷学生 哪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回报 我最珍贵的也就是我的身体了 我想要把最珍贵的东西献给恩人 有什么错 旁边的同学像是听到什么天方夜谭一样 一个个惊讶的张大嘴巴 有人小声道 世上竟有如此三观炸裂的人 旁边人附和 对啊 火九剑赵光亮也听到了旁边的议论声 他没好气对我道 能找个没人的地方谈吗 我点点头 主要是 我不想被他连累 成为别人八卦的中心 我们在校门口的奶茶店 找了个位置坐下 所以说 你这次来找我 到底要做什么 我说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你 下次别来了 我没兴趣见你 我是来警告你 以后离烟解原点 上次我们发生关系 没有做错失 说不定他肚子里 已经怀了我的宝宝赵光亮 语气温柔下来 眼神满是憧憬 我不想见他是我的选择 因为他在我眼里 已经是一头垃圾了 看一眼都显恶心 他还轮不到你来安排我 你算什么货色 我毫不客气到 你 他气得捏紧了拳头 半天才缓过来 你们凭什么都瞧不起我 江家对我有大恩 我只是想报恩 有什么错 我冷笑 别把人都当傻子 你以为外面包裹了一层 廉价的塑料糖衣 别人就看不到里面 你龌龊的内核了吗 你胡说 那我问你 资助你的明明是江月的爸妈 你为什么不报答他们 却要用自己的身体 报答他们的女儿 真要报恩 方法有很多 你可以进入江氏集团 为他们辛苦卖命 还不要工资 保证他们一家人都会感动 而且 据我所知 江家家大业大 资助的学生 就算没有成百上千 几十个总是有的 其中男孩子还占了多数 如果每个被资助的男孩 都跟你一样 要现身给江家小姐来报恩 江家就算是儿孙满堂 也不够你们分啊 这哪是报恩 简直是恩将仇报 江家是到了八辈子没了 才资助到你头上 我猜 如果江父江母 能预知到 你会借着报恩 来纠缠他们女儿 想必绝对不会选择资助你 还有 你说 如果资助你的 是个无儿无女的老太婆 你也会选择 向他现身来报恩 我的话成功让赵公亮闭嘴 他那双阴沉沉的眼睛 盯了我半上 莫地笑了 无论你多么瞧不起我 无论周围的人 怎样笑话我 但你们不得不承认 我成功了 以前 我追柳如烟的时候 同学们吃笑我 说我这辈子都进不了 把柳如烟周围五米内 太冷横 现在呢 我不仅让他录取我进了僵尸 还成功跟他共度凉宵 打了那些笑话我的人的脸 尽管 我从默默暗恋他的小透明 走到今天 用了五年时间 但我相信 只要有毅力 任何事都能成功 接下来 我愿意再花一个五年 两个五年 甚至一辈子的时间 一步步走进燕姐的心 让他由衷接受我 哦 祝你成功我站起身 记住我的话 再来打扰我 我会让你在这座城市 都混不下去的 你的燕姐到时候会不会护着你跟我作对 赵光亮的脸色煞事惨白 苍蝇不钉无缝 但以前看到这句话 我会嗤之以鼻 这不是受害者有罪论吗 那个被苍蝇钉上的鸡蛋 还真是到了大霉 可是 从柳如烟身上我发现 他就是那个有缝的鸡蛋 如果他不给机会 赵光亮怎么可能一步步靠近他 我还记得 当初第一次见到赵光亮的场景 那时候 我刚从日本回来没多久 才经历过地震的恐怖和酷雪的伤害 柳如烟不放心我 一大早 他就在宿舍楼下等我 给我带早餐 陪我去上课 为了陪我 他连自己的课都翘了 他还洋洋自得 幸好当初跟你选了同一所大学 不然哪能这么方便地照顾你 那天下课 我的鞋带散了 正要弯腰 柳如烟却抢先一步蹲下身 请问 你是柳如烟吗 面前突然出现一个窃窃的声音 我和柳如烟同时望过去 站在面前的男孩 穿着一身洗的发白的卡其色工衣 像是什么场子的功夫 男孩很瘦 宽阔的衣服显得格外不合身 他个子挺高 看起来有一米七多 模样也很普通 一张圆脸 眼睛不大 鼻子有点塌 关键是 皮肤黑黑的 浑身上下都灰扑扑的 只有一双眼睛 迸发着惊人的亮光 他的眼睛 盯着柳如烟 柳如烟站起身 纳闷看向他 你是 我叫赵光亮 前两天 我知道了从小资助我的人 是江市集团总裁夫妇 你就是文人的女儿 我特意过来见见你 你说巧不巧 我就在隔壁的纺织学院 离你们阳大 只有五站公交的距离 男孩说着笑了起来 露出一口白牙 哦 你好柳如烟尴尴尬的打招呼 也不知道说什么 我能继续读书 真的要多谢江叔叔的资助 以后我一定会抱打你们的 男孩养着脸 笑容真挚 那倒不用 我爸妈资助了不少学生 本就是为了回馈社会 不需要什么回报柳如烟礼貌道 可是赵光亮太过热情 非要请柳如烟吃饭 柳如烟推辞了 可他不放弃 非要跟在我们身后 被他缠得没办法了 柳如烟只好答应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赵光亮 但对他的印象并不好 因为从头到尾 他的眼里就只有柳如烟 对我完全忽视 哪怕柳如烟主动介绍了我的名字 他却连一个简单的点头招呼都没有 吃饭的途中 我主动找话题跟他搭话 他就简单按一下 多一个字都吝啬 他的眼神紧紧黏在柳如烟身上 这个男孩 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目的性太强 过于执着 没有礼貌 分开后 我对柳如烟说 我不喜欢他柳如烟满不在乎的语气 不喜欢就不理他 反正以后也不会见面了 我们都低估了赵光亮的星星 从那以后 他动不动就来我们学校找柳如烟 他做事只管自己的目的 从不在乎别人怎么想 柳如烟的同学嘲笑他 他也不介意 甚至连一点难堪的表情都没有 他从老家带来的土特产 非要拿来送给柳如烟 柳如烟不要 他就拿到他所在的宿舍楼下 让宿管阿姨转交给他 那段时间 柳如烟都被他整害怕了 一度连学校都不敢来了 后来 学校的运动会上 他站在跑道旁大喊着给柳如烟加油 周围的人都用戏谑的眼光看向柳如烟 柳如烟脸都绿了 第一次发脾气 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赵光亮大骂了一顿 说他没脸没皮 还让他滚远点 赵光亮沉默着跑开了 从那以后 他就很少来我们学校了 再一次见他 是一年前 大学毕业后 我继续读研 而柳如烟进了自家公司 跟他爸学习经营管理 一次 我去柳如烟的公司找他 看到了从旁边经过的赵光亮 几年没见 他的外貌有了很大的变化 主要是皮肤变白了 面容俊朗 穿着时尚的套装 我一时间没认出来 只觉得有些眼熟 那天晚上 我跟柳如烟一起吃饭 脑子里灵光一闪 才猛的想起来他是谁 那个以前总是追你的男孩 叫什么量来着 怎么在你公司 我问 柳如烟皱着眉头想了想 哦 你说赵光亮啊 我也是才发现 原来他进了我们公司 应该是走正常招聘流程进来的吧 不太清楚 那他有没有 像以前那样对你穷追不舍 我试探着问 怎么可能 如果是的话 我早把他开除了 现在 他就偶尔需要签字的时候 会拿文件来找我 平时碰不到面的 我看了看柳如烟的表情 不像在说谎 再加上 我确实没把这个男孩放在心上 从没把他当成过威胁 就像他说的那样 从外貌 学历 家世等各方面 我对他都是全方位碾压 我从不认为柳如烟会正眼看他 事实证明 永远不要小看任何人 就是这个我没放在眼里的男孩 成功让柳如烟出轨了 订婚那天凌晨 是他开车把柳如烟接走了 他们两人之间的联系 远比我认为的要更深 不过 赵光亮的事在我这里只是一个小插曲 我连柳如烟都不要了 又怎么会在乎他在外面的男人 我以为我的态度已经够坚决了 可柳如烟和顾雪这两个人 仿佛听不懂人话一样 抢着往我面前凑 柳如烟听说了顾雪 对我们实验室项目的投资 也联系我们导师 说要投资 导师找到了我 有些为难 虽然没人嫌钱多 但说实话 我们这个项目 最是还有一年多就能结束了 其实不需要那么多投资了 我告诉导师 直接拒绝他 可是柳如烟不投资项目 改捐献了 他为我们实验室 无偿捐献了两台最新的仪器 从此 在导师和其他小组成员面前 获得了和顾雪一样的待遇 导师也看出来了 这两人都是因为我的关系 才会往实验室跑这么勤 导师和项目组其他同门 对我都开始恭敬客气起来 态度小心翼翼 连玩笑都不在我面前开了 我有一种无所适从的乏力感 连最喜欢的研究都没法集中精力了 我开始思考 要不要继续下去 晚上回到家 半夜起床喝水 我发现爸妈房间的门缝透出灯光 里面隐隐传来说话声 出于好奇 我靠近门边 还是不要告诉月月了 她学业也繁忙 我看她最近好像很烦躁的样子 实在不行 咱们把公司卖了吧 我们也到了退休的年纪 以后到处游山玩水就行了 这是我爸的声音 我心里一咯噔 发生什么事了 竟然到了要卖公司的地步 接下来是妈妈的声音 你舍得吗 公司是你多年的心血 我知道你一直挺有事业心的 这么年轻就退休 你乐意 我爸笑笑 有什么不乐意的 这些年 我经历了大风大浪 闯出了一番名堂 挣到了我们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该职足了 我敲了敲门 不带里面应声 就推门而入 爸妈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从爸妈那里 我知道了最近公司的经营出了问题 有几家同行业的公司 隐隐在联合起来 共同压制我们公司 以前合作过的供应商 分销商等老合作商 纷纷解约 再这样下去 我们迟早会撑不住 我爸找人查了 这事居然是柳氏和顾氏 同时联合在搞鬼 可爸妈怕我有心理压力 一直没告诉我 还准备偷偷把公司卖了 我认真想了一下 就知道这两人打的什么主意 还真卑鄙啊 我把柳如烟单独约了出来 在我的故意示弱和套话下 他告诉我 这事确实是他和顾雪联手做的 他无比真诚地向我道歉 月月 我不是要伤害你 也不想破坏你家的生意 是顾雪太无耻 他故意激起我的好胜心 说要比比看 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会选择向谁求助 我看不下去他那副胜券在我的模样 一时没忍住 就接了他的赌注 我们两家合作 故意去赌你家的生意 看你最后会找谁帮忙 我们约定 不管你找了谁 另外那个人就必须自动放弃 再也不能来纠缠你 我压下心里的愤怒 耐着性子问 和我家合作的很多都是老厂商 你们是怎么劝说他们 不再跟我们合作的 柳如烟眼神有些心虚 不敢指示我 我们告诉那些老板 你们家没有接班人 等你爸老了 江家的公司迟早会走下坡路 还不如早做打算 我和顾雪年轻有为 早早进入自家企业 也做出了一些成绩 我们开出的条件又优越 那些老板就敢和我们合作了 我捏紧了拳头 施加掐紧手心里 忍住了想扇他耳光的冲动 我向谁求助 当然是向强者求助啊 你们两个 谁更有能耐 谁的公司更有前途 我就选择谁 我现在只看实力 不看感情 可是现在 我还分不清你们谁更厉害 柳如烟喜不自胜 慌着表态 月月 你放心 我们家正在争取 成绩那块地的项目 如果成功了 就把顾家甩在后面了 我微笑 那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哦 和他谈完后 我又把顾雪约了出来 同样的话又说了一遍 听说柳家正在争取成绩的项目 如果那边成功 你们就不是一个等级的了 我可就选择柳如烟老 顾雪皱眉 成绩的项目 柳如烟上次还在说 那个项目风险大 原来是为了阻止我参加 呵 看来他还是怕我的 那我就去会回他月月 放心 我不会输给他的 他一脸深情的望着我 我们一定会在一起的 我不敢多看一秒他那张脸 怕会忍不住恶心 这两个女人 嘴上口口声声说在乎我 却用伤害我家公司来做赌注 在他们眼里 我家公司会遭遇什么 我爸会是什么心情 我们会不会难过 都不重要 反正以后再补偿给我就行了 愚蠢 狂妄 自负 既然他们这么喜欢搞垮别人家公司 那就互相斗起来吧 逗个你死我活 最好是两败俱伤 我会在旁边拍手称快 回家后 我告诉爸爸 我要去公司 给他帮忙 爸爸还安抚我没事 让我专心学业 他能应付的来 我说 我可以给他搭把手 一边学着管理公司 一边完成学业 如果应付不来 我会再做打算的 其实 我的打算是 如果公司这边太忙 我会选择休学一年 先把公司的事搞定 再继续学业 不过我没告诉爸爸 从爸爸的表情可以看出 他是高兴的 我们家公司 是爸爸从年轻时期 白手起家创建起来的 这些年来 公司就像是 他的另一个孩子 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 使他努力奋斗的结晶 我知道 爸爸嘴上说卖掉公司 其实是最坏的打算 他舍不得的 我毫无事业心 只想搞科研 爸爸也从没勉强过我 我是他的儿子 他心疼我 不想让我做不喜欢的事 只想让我随心所欲的生活 从我决定考研开始 我爸就已经在位 以后做打算了 他准备在退休后 找靠谱的职业经理人 打理公司 保证我没有后顾之忧 但我知道 他心里是有遗憾的 他遗憾我 没有他那样的事业心 遗憾自己的公司 后继无人 这些年 被爸妈毫无底线的宠爱 养成了我破为自我的性格 是我任性了 从来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却没有为爸妈做过什么 我想 是时候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了 我享受了爸妈 毫无保留的付出 理所应当回报他们 公司的经营很复杂 可我勤奋好学有耐心 一点点跟着我爸学 还算是有进步 看着我成长这么快 我爸很欣喜 僵士和故事 这段时间斗得激烈 互相使叛子 已经无暇顾及我们这边了 我们一家家去重新寻找厂商和客户 慢慢让公司稳定下来 等我们这边走上正轨后 柳士和故事却斗得两脉俱伤 那个项目 这两家都没有竞拍成功 而是让别家公司鱼翁得利 而且 在互相使叛子时 他们使用的手段 多少有点见不得光 我趁机对他们进行举报 两家企业同时面临有关部门的调查 大厦倾他也就一瞬间 很快 别说是帮我了 他们都自顾不暇了 顾雪因为请了涉黑团伙帮忙办事 中间还牵扯到灭口的人命官司 案子查清后 他将面临牢狱之灾 最绝的是赵光亮这人 还真如他所期待 那夜之后 柳如烟怀上了他的孩子 柳如烟母亲为了孙子 硬着头皮接纳了他 还允许他搬进了江家别墅 接下来发生的事完全出乎他所料 柳家倒得太快 他还没来得及做柳家上门女婿 就要承受柳家破产的打击 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柳家经营这么多年 资产清算后 他们还在国外留有后路 因着柳如烟怀有身孕需要人照顾 柳家准备带他一起出国 可是他却不愿意了 趁着半夜 柳家人都睡着 赵光亮偷偷卷走了柳如烟母亲 所有珠宝首饰 跑路了 那些钱财是柳家留着做路费的 不过赵光亮还没来得及离开这座城市 就被柳如烟寻着蛛丝马迹找到了他 愤怒的柳如烟掐着他的脖子 将他拽到了天台 他大声质问 你不是口口声声要报答我们家吗 不是说爱道愿意为我付出生命吗 你为什么这么做 柳如烟已经愤怒到发狂 双眼赤红 声嘶力竭 赵光亮下的拼命摇头 对不起 我只是想好好活着柳如烟冷笑 也就是说 你以前说的那些爱我的话 都是在撒谎 赵光亮下的T类横流 你家是好又长得好看 我有企图不是很正常吗 柳如烟又哭又笑 精神看着有些不正常 可笑啊 我自以为将你玩弄于鼓掌间 从来没把你当回事 却被你这个蠢货给骗了 我看不起你 却从没怀疑过你对我的爱 我以为 你像我一样 苦苦追求所爱的人 却得不到真心 我感同身受 同情你 怜悯你 因为你的这片真心 还破格将你入入公司 这事还气满了月月 因为你的挑拨而干出了逃婚这样的蠢事 还被你言语蛊惑 竟然意乱情迷跟你上床 然而 你的真心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笑话 你爱的只是我的钱 你跟其他人一样失礼 在我破落时只想逃离 你的爱一文不值 你这个贱人 你毁了我 说着 柳如烟拉着赵光亮来到楼顶边缘 掐着他脖子的手越发用力 赵光亮整个人都无法正常呼吸 脸色苍白 警察已经赶到了 可他们的劝说完全没用 柳如烟最后叫了一声 贱人 我要你不得好死 随即拉着他一起跳了下去 虽然楼下已经有警察布置好的软店 但这两人运气不好 落地的过程中 被半路伸出来的晾衣杆绑了一下 偏离了方向 刚好落在店子的边缘 柳如烟当场断气 赵光亮经过抢救醒了过来 下半身也瘫痪 从此再也无法站立 自从跟我爸进公司后 我竟慢慢爱上了做生意 商场上的那种竞争 比拼 最后大伙全胜的刺激感 让我全身细胞都无比兴奋 我爱上了这种感觉 为此着迷 我爸很自豪 说我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 还夸我青出玉兰 我没有休学 一边接手公司 一边完成学业 还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 为公司开发了生物药学的新领域 研究出的产品销售火爆 28岁时 我爸已经完全放手 把公司全权交给我打理 他和我妈去环游世界了 年近30 他们依然把我当宝贝宠爱 他们从不逼我相亲 也不跟我提结婚的事 但我却忽然想要个孩子了 对 我不想恋爱 不想结婚 但却想要个孩子 这时 一位年轻漂亮的小明星 找到我面前 他想出名 想让我新建的娱乐公司 给他资源 问我有什么要求 我提出了要求 他思考片刻 答应了 我们达成协议 我给他资源 祝他成名 他帮我生一个孩子 他外表绝佳 有着优秀的外貌基因 当年的高考成绩也不错 智商不低 综合素质上层 更重要的是 他在事业上的野心 昭然若揭 有在娱乐圈 闯出名堂的干劲 他不会跟我抢孩子的 就这样 在他通过了 我安排的全面体检后 我们开始了造人计划 顺利的是 三个月后 他成功怀孕 爸妈知道后乐翻了 也不理由了 说要在家陪我到生产 以后哄孙子 他们本来就做好了 我不婚的准备 现在我居然有孩子了 对他们来说 是巨大的惊喜 等他生下女儿 我爸抱着宝宝感叹 上天待他不薄 这辈子他该有的都有了 别无所求 我也心满意足 看着爸妈和女儿 我感觉自己 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这辈子 何其幸运 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 找一个人结婚 并不是所有人 必做的选择 我们也可以 努力拼搏 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不必计较世俗的眼光 全文完